大家好,我是阿斌 今天我们去修个燃气热水器 客户说没有反应,打不着火 就是这个燃气热水器 是个林类的 现在这个温度显示正常 开水试一下 这边是热水 这边是冷水 看这个水压还可以 你们看 但是热水器一点反应没有 打不到火 好,现在我们关掉吧 其实这些温度问题还挺简单的 现在我们把这个壳子给它拆掉 看里面到底是什么情况 上面螺丝拆掉了 在下面啊,这里一个厨柜 这个螺丝正好在对面 有点难拆,你们看正好挡住了 拆掉就这样子的 像这个问题啊,我们直接可以检查 水流量传感器这边 要么就是这个水流量传感器回来了 要么就是这个钻子里面 有脏东西堵住了 卡住了,要么就是这个电动板回来了 但是电动板回来很少 大部分啊,都是这边的原因 所以说我们现在首先就要讲到这边 先把这个水流量传感器的线找出来 就是这个 先来测量一下 它这个红色的跟黑色的 有没有12伏电压 你们看 11.9 说明电脑板的供电有的 像这个问题啊 要么就是这个 水流量传感器回来 要么就是里面 找东西卡住了,对吧 我说大部分都是这边的问题 所以说现在我们直接 更换一个水流量传感器 撕一下 现在我们把这个旧的给它撕下来 好,现在我们更换一个 好,现在我们更换一个 好了,现在我们开始试一下 你们进 现在打烙火,看到吗 说明就是这个问题 好了,这个水啊 也有点的 放点吧 所以说咱吸着去打不烙火啊 没反应 大部分都是这边的 这边有关系 像如果这个坏了不行 我们就把这边拆开 把这个拿出来清理一下 就像这个 这个零件啊,我也带了 就是把自在水 在这个里面冲一冲 大部分都是装东西 把这里面的齿轮 给它卡住了 其实我上次的视频 也说过这个问题 好了,等会儿把这个 这部戏装好啊 这部戏就搞定了 很简单吧